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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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大手笔追求女神 然而女神还是不为所动 刘浩清曾经也将自己公司旗下物业命名为家会员 只不过他的物业是在上海 因此有人开玩笑说 欧家会的物业遍布全国各地 尽管以他的名字命名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都不是他的 他看重的并不是这些 对富家公子不为所动 对豪门不感兴趣 欧家会一心想追求自己的爱情 35岁这年 欧家会遇到了何首信 当时何首信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透明 而作为演员的欧家会 已经是香港家喻户晓的大姐大 两个人结婚 业内甚至包括观众都特别不能理解 女神嫁穷小子的戏码年年都在上演 穷小子名望地位起来之后 变成了复兴汉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可能欧家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个例外 相信自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她只知道她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爱人 她要帮助他飞黄腾达 她要嫁给他跟他生孩子过日子 谁知道自己亲自选择的这个人 却伤自己最深 原来自己也不例外 何首信1940年出生 比欧家会小一岁 但是他高大帅气又有才华 尽管当时他的这种才华还没有显现出来 机缘巧合下 何首信主持了一次体育解说 当时是澳大利亚大表团来香港 何首信专业的主持稳健的台风 幽默风趣的语言 给大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也是在这时期 他认识了欧家会 何首信1972年加入无线电视台 比欧家会晚两年 当时还是新人的何首信 主持欢乐经销 与欧家会开始熟悉 面对名气事业人脉 样样比自己好得多的欧家会 何首信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毕竟能跟女神在起 肉眼可见的可以提高知名度 欧家会他算不爱财 但是爱财 很快就答应何首信的追求 两人相恋 并于1973年结婚 结婚后 一心向往家庭生活的欧家会 便回归家庭 全心照顾丈夫的生活 而何首信 因为这次婚姻民生大振 并于结婚当年开始主持 港姐选美比赛 事业开始一路走高 眼看着丈夫的事业 慢慢有了起色 欧家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毕竟那个年代 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 认为丈夫的成功 就是自己的荣光 对于丈夫在外面的应酬 她从来不过问 对于丈夫的工作 她竭尽自己所能 将自己认识的 对何首信有帮助的人 都介绍他们认识 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希望大家能够给何首信 更多机会 然而婚后的生活 甜蜜没有多久 穷小子背叛 富家小姐的戏码 再一次上演 结婚之后 何首信工作越来越忙 而欧家会作为女神级明星 婚后一直在家里 与公婆的相处 也不是很顺利 原本公婆她们觉得 欧家会这样的女明星 就不是过日子的人 娇生惯养习惯了 平时言语间难免有一些不满 哪怕欧家会决定婚后 好好过日子 对于娱乐圈的那些繁华 也早已如过眼云烟 即便如此 公婆还是觉得 儿子娶这个名女明星 不如娶一个做家务能干 能伺候老人 能生孩子的农妇 两代人互相不能理解 何首信工作又忙 很少在家 对妻子和父母的这些矛盾 她根本不能理解 甚至觉得欧家会 小题大做 对老人没有包容之心 焦力焦气 如果说日常琐事还能够忍 毕竟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 那么何首信公然出轨 就是让欧家会 非常难堪的一件事 何首信在主持节目时 认识了汪明泉 两人年纪差不多 经常合作 可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虽然两人平时有说有笑 但身边的人并未在意 毕竟两个都是已婚人士 大众都以为 这只是普通的朋友交往 但当时 汪明泉和丈夫刘昌华 感情也出现一些问题 何首信已是金牌主持人 天长日久 两个人暗生情愫 但欧家会许久在涉足演艺圈 对这些传闻也不太知情 直到有一次 电视台有直播活动 汪明泉旁若无人地 牵起何首信的手 宛如热恋中的两个人 亲亲我我 欧家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 戏不打一出来 随后她质问何首信 反而被不耐烦地敷衍过去 说她想太多 根本没有这些事 可是传闻愈演愈烈 到了欧家会无法忽视的地步 拒绝富豪放弃事业 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欧家会此时并没有想到离婚 她只想着丈夫能够意识到错误 悬崖勒马 但自己毕竟没有工作 甚至丈夫因工作 与汪明泉相处的时间 比与自己相处的时间还要多 但到后来 两人已经完全不避讳 甚至比热恋中的男女 还要年年糊糊 据传闻 每次欧家会到电视台去找何首信 又碰到她与汪明泉 两个人有说有笑 亲亲密密 欧家会怒火中烧 走上前去 扯汪明泉的头发 两个大姐大一样的人物 就这样在电视台撕打起来 一旁的何首信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其他人赶紧将两人拉开 然后各自规劝 事情才平息 不过顾及三个人的名声和碍于面子 这只是电视台内部的事情 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媒体上 就这样私下过去了 跟公婆相处不愉快 本就郁郁寡欢 现在丈夫还出轨 欧家会这一次彻底想清楚 决定立马离婚 就这样 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 就宣告结束 离婚后 欧家会去了美国 远离香港这个伤心之地 并且在那边结婚生子 好在丈夫十分疼爱她 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这边何首信 离婚事件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她仍是主持电视台重要节目 恢复单身的她 不仅没有跟汪明泉结婚 反而因桃色新闻上八卦头条 欧家会身材高挑 又热爱游泳身形优美 即便如此 何首信仍是喜欢上了汪明泉 汪明泉离婚后 与何首信纷纷和和纠缠多年 并没有修成众国 反而何首信因桃色新闻上头条 还要汪明泉帮她来解决 1985年 香港法院不公开审理了X先生事件 这是一桩桃色新闻 由于当事人知名度太高 在香港是皆知相闻的名人 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 且媒体在报道时 以X先生代替 尽管如此 大众还是知道 X先生就是何首信 而事情的起因是何首信在电视台参加活动之后 找了一个舞女并带去酒店 刚刚坐下 房门就被踹开 几台照相机不停地拍 来的人声称是舞女的男朋友 要求何首信赔钱 否则就将照片公之于众 如果真的被公布 那么事业全毁 何首信只得妥协 答应给他们钱 明知他们不会就此满足 且知道他是名人 会一再勒索 何首信也没有办法 保住工作和民生要紧 这事还是汪明泉帮了他 有警察系统的高层转行做艺人 跟汪明泉是非常好的朋友 何首信将此事告诉汪明泉 并向他求助该怎么办 汪明泉找到这个旧相识的人 希望他帮帮忙 对方出主意说 何首信私下报警 录口供 警察秘密行动 顺藤摸瓜 揪出敲诈勒索一行人 人员全部到案后采取不公开审理 几人全部被判刑 尽管媒体想保全何首信的名声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大众都知道这就是他 这下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了 何首信去了加拿大 在与汪明泉纠缠缠期间 何首信与陈丽丝也是不清不白 远走加拿大之后 何首信便与陈丽丝结婚 至此这段故事才画下句号 香港知名记者扎小新 后来通过关系 找到了X先生世间的舞女 据扎小新描述 这个舞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有点黑 有点瘦 身材非常单薄 完全不能算漂亮 只能说非常普通 跟欧嘉惠 汪明泉等大姐大 完全没法比 可是身边美女如云 何首信照样找舞女 可见男人出轨 跟女人漂亮不漂亮 并没有关系 这只是天性实然 欧嘉惠去了美国之后 几乎跟香港这边 没有任何联系 只有和曾经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同行 一年会打几个电话 薛家燕就是其中的一位 薛家燕曾经说 她去过欧嘉惠家里做客 大大的花园非常漂亮 里面是欧嘉惠和丈夫及子女 一起种的花花草草 还有果树 田园生活非常惬意 不幸的是 晚年欧嘉惠患癌症 所以有丈夫在身边悉心照料 但在2020年12月 欧嘉惠还是因病去世 被香港媒体称为花王的何首信 在加拿大那边做了几年节目 2006年再次回到五线电视台 开始主持节目 欧嘉惠去世后 有人采访何首信 她只说 希望前妻一路走好 尽管只有两年的婚姻 但这段经历 给欧嘉惠心灵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 不知道九泉之下 她有没有原谅这个曾经背叛自己的人 如果说欧嘉惠选择何首信 这场婚姻是一场博弈 那么她不仅没有得到向往的爱情 反而收获了无限的心酸